我們把Mimaker打開來之後呢 我們先看一下那個錄音的部分 就是把混線你直接錄音嘛 可是如果你在家裡電腦的話 你錄音可以直接用Mimaker直接錄 或者是你用手機錄法之後再把混進來就可以 那我們先示範一下 直接錄Mimaker的方法 那錄法很簡單喔 這個每一個音魂上面都會有一個 R17的鍵 如果你沒有看到R17呢 就是你切到了機械模式了 所以你把它開到一個進階模式 就是左上角已經有兩顆 右邊這邊有個進階模式 打開之後呢 你看你現在錄的聲音要取在哪一個音軌上面的話 那這邊呢它有三個模式啊 就是第一個呢你點下R17的時候呢 它會是跳到Audio Recall 這個才是我們要錄聲音的 那如果是跳剛才這個 Mini Recall的話呢 這一個是要錄你的 外錄Mini鍵盤的聲音 所以這兩個去看不一樣 那所以呢我們要點到這個 Audio Recall 就是我現在要錄的是內部的聲音 那你確定好之後呢 按下這個錄音的按鈕 它就會出現這個錄音的選擇來源的頁面要去選 第一個呢會問你說你的來源是從哪邊來 那我這邊就是從我電腦上面的麥克風來 第二個呢是錄好之後呢 那你錄個聲音的檔案的檔案名稱要叫什麼 那預設是另外一點 導入AP檔 那你的主層的位置啊 你要停在哪邊 可以在那邊去指定 你用什麼位置 第三個呢是錄個聲音的比值 那如果你的一節的空間夠大啊 其實現在都很大 你可以選這個DAT 就是48K的 那如果你覺得你的電腦可能跑不單重啊 或者是48K錄起來的電腦有卡卡的 那你可以選這個CD公司 就是CD平址 它是44-1K的取樣比例 那記得我們在禮拜天跟大家講的 那最好的部分就是DAT 48K 那我這邊我先試用48K的比值來看看喔 好那 學完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 聲音的補音的裝置 那你可以先查看一下 你出入來源是正常的聲音 那如果有的話呢 你就可以看一下這個 紅色的按摩就開始唱 好那 那 開始唱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有影片的話 你就播著 然後開始跟著它上 然後把它錄一下 OK 那我試錄一段 好 那我們在錄的時候啊 你會發現用DAT這邊有LR 這兩個區塊是不是在DR 所以 所以我們在錄的時候呢 請你 先唱最大聲的那一段 好就是 為了要唱最大聲的那一段 就是為了確保你這個聲音啊 你在唱到最大聲的時候呢 如果過癮的情況 好那像我看 今天錄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一下 那操作方式 跟大家先 介紹一下 就是如果你看看下去的話 應該 啊 電腦上面應該沒有辦法 通通啦 直接就按下去它還是會錄 好那錄完之後 你應該會看到 上面就是這一軌 這一軌的時候呢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包吹的畫面 你會發現 右邊這邊有一個捲軸 這個捲軸是用來 讓你脫 硬軌用的 所以正常 它最多能夠有 十六軌 好 就是有十六個硬軌 那你可以透過下面 這邊有一個 加號跟減號 你可以去做 放大跟縮小 你可以把 單軌呢 放到最大 你可以把它做縮小的動作 那 XX左這邊呢 也是一樣 就是你可以 透過 加號 減號 去 看你的模範 如果這個 這一太長的話 你要在一個區間裡面看完 你可以點這個 那個也是 幫你把 你的深波 說在 一個最佳的比例 就是在一個畫面內 可以顯示 就是 加號跟減號 左邊這邊有一個 左右 五號 可以試著 你看看 所以基本上 操作不會很快 就是這幾個地方而已 那 OK 之後呢 這個呢 就是我們 錄到的聲音 好 所以 錄一次聲音呢 基本上 第一個 這個呢 就是 標準而已 那錄完之後呢 我們先跟大家先介紹一個 基本的 壓縮器 這個壓縮器呢 這個呢 要做什麼用呢 就是 我剛才是不是講的 你要把你 不好的聲音 把它濾掉 就是低頻的部分 要保佑你 比較乾淨的聲音 所以 這邊呢 這一個壓縮器呢 capresso呢 它可以讓你去挑得到一個 最好的essence 就是把你的 那些細細小小的聲音 把它過濾掉 好 那這邊就是 請你設定一個 音壓的值 那這個音壓值呢 就是超過的時候呢 就啟動壓縮 讓聲音 不會多大的時震 那經過壓縮器後的聲音呢 它會更結實而補助 而且低頻呢 也會努力 那我們經常在後製的時候 會用到 好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第一個壓縮器 好 那這個壓縮器在哪邊呢 你到這邊來之後呢 你的聲波 你如果有Demo的同學可以自己按 你點兩下 會開啟全部的那個效果器 好 那壓縮器是中間這一台 你看一下它的英文喔 它是寫 COMPR COMPR DHS 應該只是畫面長不一樣的 都會有這一台 我們可以把這一個呢 把它啟動 好 這邊有個開關 把它點下去 它就啟動 啟動完之後呢 這邊有幾個值可以去調整 我先拖一次給大家看 你拖的時候呢 上面這邊有一個 RAID的按鈕 那 我們在錄的時候啊 你把它點進 然後呢 你可以試著調整一下這個值 啊 可以 我們在錄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聲音變小了 所以就是高壓縮比 差不多部分的把它壓縮掉 然後你是現在有一些 那 的噪音 你可以調到一個 最佳的位置啊 讓你的聲音 啊 那個噪音是在最小的位置 所以我們可以通過這四個值 好 這是最大 最大值的按鈕 你會喜歡 這個聲音 啊 你再爬到最大值的按鈕 好 比如說這一個 OK 你調好了 調好之後呢 是不是有點小聲 那我就要做放大的動作 就是右邊那邊 把你訓到鼓調好之後呢 去做放大 這樣子你就會把一些訓號啊 這個聲音啊 你再爬到最大噪音也被撞到 後來 好 那 我們在錄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因為電影有 電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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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在錄的時候呢 音頻 變成 最大這個那個 那這個要 啊 如果是帶回去 比較清楚 所以大家一早這樣 就會發現那個音啊 好 我們在錄的時候呢 我們比較小一點 好 這個是 好 剛剛這個壓 我們在錄的時候啊 沒有發現 這個音頻有 電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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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錄的時候呢 機頻 變成 好 是嗎 好 這是 對 那你可以自己 啊 帶有電影 加一個 這一個 壓縮器的一個的 功能 好 它可以幫助你把 啊 超過的部分呢 把它 進行壓縮 那 當你調到一個 適當的譜 之後呢 通過放大去做 降落的放大 把它的證據 統一放大 那你就不會 把說 一整大譜比較好 成一個 入入的效果 這個是我們的 第一個 認識的壓縮器 好 好 這樣應該 解釋清楚了 OK 那第二個呢 你要跟大家講的是麥克風 上禮拜有跟大家簡單的介紹過 那 就是你選擇的時候呢 你可以選擇一個 好一點的麥克風去看看 那如果你麥克風不好的話 你的 如果你唱歌很好的同學 應該麥克風 你可以爬到來去 好 就是 越好麥克風 可以越來表現 你聲音的細節 那就會有 電容式跟 動學系的 OK 那這幾個呢 還有指向性的部分 那這邊有幾個指 給大家參考 尤其如果你 你很專業的同學啊 你有電容性在課通的話 他跟電容性在課通 在旁邊是一種 心情指向的 就是你前面那個範圍 這 大概六七十度的範圍 那你就是 距離麥克風呢 15到60公分的地方 這樣子是一個 對 這樣叫 不會有偵麥的 那個 或者是你前面可以 加一個那個 那個 那個 偵麥的 爪子 爪路教 可以點上那個 教育 那第二個呢 是 大部分同學應該都有這個 動學式的 那 同學式的部分呢 一樣也是 你必須要距離 15公分之內 那 電容式的是 15公分之外 到60公分 沒有太多 不然那個 因為他多一層級 那動學式的這一種 就要到15公分之內 像我現在拿這個啊 我如果拿超過15公分啊 像這樣子 基本上他是沒有作用的 好 所以 你必須要離一層級 才能夠收到這 所以 這個 好處就是 好一點的呢 就是 你可以 不會入到場面的造影 OK 那缺點就是 你要比他近一點 好一點的 好一點的 送圈式的費用 那 一般你的 好 去賣場買的那一種 199 199 那一種 可能就沒有 這樣的效果 所以 環境呢 可能要自己 好一下 好 那收音方式一呢 就是 正面收壓 什麼叫做 正面收壓呢 好 聽說 這種 動圈式的麥克風啊 他收音的範圍已經在正面 就是 就是 這一個的正面 如果 在 旁邊這樣講啊 基本上是 收不到音的 你一定要 正面這樣子 還有 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好 所以 這種動圈式的呢 只有正面這一個範圍呢 有聲音 那 第二種收音方式呢 你可以在 主唱的上方 五到十公分呢 加上所得到可以 減少呼吸跟爆音 比如說 你應該有看過 有人唱歌是這樣子吧 好 就是 另外一種收音的方式 那這幾個呢 你可以 依據你自己的麥克風 做先錄一段調的 這樣 哪一個 方式是比較好的 那切記啊 不要 拿這樣子去唱你的歌 你如果拿這樣的話 你聲音就會很笨 所以 你要了解到你麥克風的特性啊 只要 角度比較好 好 不是這樣子就說不到 因為你角度沒有拿好 所以 每一支麥克風的特性都不太一樣 你要找到它 適當的收音點 那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 不管有比較好的一個效果 那動作呢 大概就是 站著唱 好 或者是你 做著唱也OK啦 如果你 跟 很好的同學 那 將歌曲呢 最大聲的部分呢 先唱過一次 先錄那一段 好 錄這一段的目的要做什麼用呢 你要看一個波形啊 會不會超出 紅色的地方 我們要超出紅色的地方 我們要超出紅色的地方 我錄影給大家看 我錄影給大家看 這幾個 這幾個啊 就是超出合理的地方 就是說你唱最大聲的時候 你的波形的最大聲 我剛才講的嘛 就幾乎在百分之八十就好了 就是在八十這個位置 你不要唱最大聲的時候呢 錄起來的時候 你的波形啊 已經超出你可以 收音的範圍 那這樣你就擺錄了 所以你在調整錄音的 聲音的大小的時候呢 你要先 唱最大聲的部分 然後調整一下 你麥克風的收音的 啊 你對你的收音值 然後調到一個適當的位置 這樣子 這樣你錄起來的聲音呢 會比較沒有其他的風險 那正是在錄的時候呢 唱到大聲的時候呢 可以 像麥克風拿遠一點點 那不要太遠了 那 如果像這種風險式的 如果你拿遠一點 你拿就拿超出四公分 那等於就沒有錄到 所以小聲的時候 可以近一點 那滑了每次錄音之後呢 可以做混音 那這個問題就是 要請大家錄三次的原因 那就是 請你唱三次 我們下禮拜呢 會跟大家示範說 你把你三次唱的聲音呢 分到三個音軌 那你每唱一次 可能有部分 唱得不好對不對 可能地方唱比較好 那把這三次最好的地方呢 把它跳出來 重新組合成 你半唱的部分 這個就是 錄音的部分 我們可以透過 因為可能知道 這一件事情 好 所以啊 我們今天有一個 很重要的任務呢 就是 請你找一下 半唱帶 家裡有半唱帶的意思 沒有 好 那我們只能用 比較 節省一點的方法 就是 到YouTube裡面呢 去找歌 好 那我這邊呢 我找一首就是 老人才會唱的 劉登華的男朋友 有人知道這首歌嗎 不知道齁 他那個 還是我學生的時候出來的歌 應該有十幾年的 好 所以 就是你上 YouTube上面 去找一下 你想要 唱的歌 的內容 那找到之後呢 我們要跟大家講 你怎麼把它 取下來 第一個就是 嗯 我這邊介紹 用瘋子的方法 那如果你有其他的問題 你可以自己去試 那這個是 我覺得 最準時的方法 就是 你到這邊 好 這個呢 它是一個 Program的套件 你要用Google Program的瀏覽器喔 我先切換一下好了 就是 Google的瀏覽器 然後呢 連到這邊 好 然後 請你下載這一個 現在是 2.6.20 你把它轉下來 抓下來之後呢 把這個檔案啊 直接拖進來這邊 好 這是幾個 我拉錯 就是 抓下來之後呢 你直接把 這一個檔案呢 拖到 拖到 我們設定這邊來 好 就是在設定這邊 有一個 工具 然後 擴充功能 好 可以先開一下 功能器 開一下這個位置 所以在工具裡面 有一個 擴充功能 然後呢 就把 這一個呢 解開來之後 好 解開來之後呢 有一個 叫 CRX的檔案 好 因為它 搜下來是 基本檔案 好 先把它解開 好 解開來之後呢 就有一個 CRX的檔案 然後呢 就到這邊 擴充功能 這裡 把 CRX呢 直接拉進去 好 這樣子就 做好了 做好之後 你就會看到了一個 這個 公公YouTube文章位 做好之後呢 就有一件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你直接在YouTube上面去看你的 影片呢 好 你說呢 我現在 目前正正的文 可以好 沒有成功 好 做好之後呢 等要 看一下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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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好 我先把它切成一碗 我先把它切成一碗